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思想 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小学生的孩子们 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谈第三课 怎么样帮助孩子来认识上帝的话 也能够认识什么是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 启发孩子的智能 让他知道怎么样思考跟行动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来思想 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个主动思考 也能够在当中 逐渐的知道怎么样做判断的孩子 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引导孩子 使他一生受益 我们求你来眷顾 听我们的祷告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们来谈到上帝的话 要怎么想的时候 许多时候 我们以为 我把上帝的话 告诉孩子了 孩子就照着做就对了 其实这样子并不是一个好的教导 因为这样子 它是一个完全被动的 那完全被动的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只有被动会让孩子 逐渐的找不着自我 所以当有一天他开始主动的时候 他就会跟被动产生一个对立 所以呢 这样子不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许多的人到了青少年 就有所谓的叛逆期 其实就是因为他从被动 转换成主动的当中 他的一个自我里面的一个冲击 对立跟矛盾 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 在小学的阶段 他不是完全的被动 而是逐渐的主动 而且这个主动被养成的时候 他能够去思考 他为什么这样做一个抉择 所以我们帮助孩子 不是只看行动 我们要看他是主动或者是被动 那父母如果经常只是用一个权力 权势或者情绪 或者一些外在的力量 去让孩子行动的话 这通常是被动的 那么被动如果一直都是被动的 那做父母的很辛苦 那孩子呢也不好 这是我们都可以体会的 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 到了小学之后 还一直是被动的 那有些时候父母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很被动 那么我就要这样子提醒做父母的 孩子被动跟主动 常常是被养成的 就被我们养成的 如果我们能够养成他主动 他就容易主动 否则要他自动变成主动 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他是在情境当中 要找生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 可以主动的情境 而不是一直把它纳在 放置在被动当中 如果我们让孩子被动的话 那么孩子的结果 他就不用思考 所以他觉得我只要听话就好 我只要听话就好 那这样子是不可以不行的 因为他只要听话就好 他就没有思想 他就没有去思考 他就没有在当中去 回答自己内在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 上帝的话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他被动就会变成 思考上的停滞 那也使他在当中 自我开发上也会停滞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 对孩子的一个引导 所以做他的教练 不是变成一个机器人 你向他向动 他向东 向西就西 快就快 慢就慢 不是这样的 他要能够转被动 逐渐的部分变成主动 那主动的时候 怎么样给孩子有一个主动的情境 就是要让他能够在问题上 能够更深一步的来做一些的思考跟探讨 所以当孩子问问题 或孩子认定有问题 或孩子在当中思考的时候 这是一件好事情 好事情 然后当他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怎么帮他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要让他思考的重点 重点 是承担那一个思考之后的责任 我再说一 我们不是让他思考一个问题 发解答案是什么 不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思考之后 他找出答案产生行动的时候 那一个行动所要承担的责任 那他要知道 原来我做这样的思考 我做这样的判定 我最后我做这样的决定 我这样采取的行动 那么这个行动 那么就代表我所承担的责任 那这个责任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在责任的相同底下 就是他的一个自我的价值 自我的价值 因为这是他自我思考 自我肯定出来的 如果他也能够做成 或者承担他的话 他就是他 找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价值 所以当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 来引发他有这样一个主动的心 引发他有这样的主动的思考 引发他有这样主动的学习 跟行动等等 这样子孩子就是一个 逐渐的能够在智慧上 来操练的孩子 当一个孩子的主动被肯定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去发现他自己 或者去在当中有好的经验 当然有可能他会失败 有可能他会做不好 但失败跟做不好 也是一个他对自我的认识 所以我们不是用结果本身来定他的好与坏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让孩子可以主动 然后在过程当中能不能负责 能不能在当中继续的反思 所以在当中我们要帮助孩子思考跟行动的时候 我们要用启发式跟开放式的引导 启发式跟开放式的引导 这是等一下我在跟大家谈的时候的 第一个要点 我们跟他的对话总是要启发 然后问题总要开放 然后在当中帮助他建立主动的思考跟行动 然后培养他负责跟反思 所以帮助孩子 这里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启发式跟开放式的引导 第二个就是建立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第三个就是培养负责与反思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思想 在刚才讲的三个原则里面 我们要怎么做到 首先我们要认识孩子的思考 孩子的思考 包括哪几个部分 一个是分辨力 孩子有他的看见 他要能够看见 那么我们要知道他所看见的是什么 他所分辨的 辨识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帮助他 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有分辨力 那一个分辨力是需要有一点 需要在当中用点心的 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做分辨的时候 我们就要能够在当中 常常会问他一些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会问他说 你看这个跟哪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当他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要给他一些肯定 因为这是分辨力 不仅对看得见事物的分辨力 也对别人的作为有一个分辨力 当有一个作为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他观察 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他到底里面代表的是什么 所以孩子有分辨力 第二个当孩子 我们要认识我们孩子的是持续力 当孩子做分析或判定 有些人快有些人慢 那么有一些聪明的孩子 他很快就可以判定 有些孩子他比较担心多一点 他会慢一点 不代表他没有聪明度 只是他挂率的不一样 所以持续力是什么 就是让他不要很快的跑开 他所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如果他不跑开 所要面对的问题 而能够继续的用心去探究的话 这就是持续力 那持续力可以帮助 孩子将来在学习上 思考上 能够继续的用心 所以对一些比较难的 比较复杂的孩子才会在当中 更加的跨进入 深入去思考 第三个是专注力 一般来说的话 小学生的孩子 他受到多样的吸引 所以他的专注力 很多不太容易集中 或者是他专注力 总是专注在某一些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去发现他在什么时候能够有专注力 什么时候不容易有专注力 然后我们去找出不能够专注的原因 找得出原因才能引导他 再来是理解力 所以理解力也是一种训练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有规则的 那么在规则上做训练 来帮助他做理解力 那这一种像有些孩子下棋 为什么叫他下棋 因为棋是有规则的 有规则加上变化 来训练孩子的理解力 然后有规则加上变化 然后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等等 所以这是帮助孩子做思考跟决定 所以我们认识孩子的思考 就主要先认识他的分辨力 持续力 专注力 理解力 四样 除了这四样以外 你要知道你孩子的特质 所谓特质就是他 除了他在哪一些部分上 他比较容易 容易学习 或者是他比较容易 在当中有体会 或者是他在当中比较难 就是在正常的范围的两端 这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些特质的地方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观察我们的孩子 在跟他互动当中认识他怎么样 在这个思考的事情上 他大概普遍性的现状是如何 当我们认识了以后 第二个我们就要对话 在互动里面我们要引导孩子 引导孩子的思考 引导孩子的思考 当我们想增强孩子的分辨力 那我们就要在思考上帮他 当孩子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用启发跟开放式来做引导 所以我们可能会暗示 或者是提出分辨的条件 或者是在当中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严肃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可以帮助孩子 做一些分辨力 而且他在当中 他就会开始去思考 比如说 一样东西它是有弹性的 或者它是脆的 或者它是 这个同样都是硬的 可是一个是有弹性 所以你弯它 它不会断 一个没有弹性 你弯它 它就断掉了 所以这当中 这就是一个分辨 一个分辨 那孩子有些 他就会从经验里面去知道 有些他不完全从经验里面去知道 所以我们就要帮助孩子 在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虽然问的是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可以当中是有一种 开放式的一个引导 那么这样子 可以帮助孩子去观察 我们大人看得到 他不一定看得到的地方 那我们的分辨力 也会跟我们的经验有关 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地 把我们的分辨出来的给他 而让他自己可以在当中去思考 第二个 当孩子的持续力 当问题或者更难度一点 或者是当他在当中 受到挫折的时候 感染到退缩或者是疲滑的 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在思考当中 有持续力 持续力 以刚才我讲到的下棋为例 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 想超过三步或四步 因为他就觉得太复杂 他不要了 他就放弃了 但是一个孩子经过教导的时候 他其实是把一些人的 这一个分辨 在当中的整个思考的过程 慢慢告诉他 如果这一步这样 别人这样 我们再怎样 后果会怎样 如果这一步这样 别人又怎样 我们再后 这个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加深 他更深一步的去引导 那么在当中更深一步的去引导 他必须要有一个 一直有一个兴趣在那里 那这个兴趣呢 对于一个男生的话 一般是以成就为导向 会比较好一点 一般与女生的话 是一个过程为导向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女生他比较能够在过程当中 去感受到 那一个关系上面的满足 所以这为什么用过程 为导向去帮 那男生的话 一般以成就上去帮 成就上去帮 就是当他做到什么 他就有一个成就在那里 做到什么 又有一个成就在那里 所以这个可以慢慢的 把成就往高的方向走 就来帮助他的持续 那在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过度 过度 因为过度的会产生 失败感 失败感 或者是批发感 他就会降低他未来在一些事情上的持续力 再来 孩子在思考需要专注 专注需要有一个重点 跟细节两个部分 专注要专注到那个重要的地方 也要专注到那个必须要注意的细节 所以这两个部分的哪里 要能够帮孩子做一些判断 可是呢 如果我们只让他知道我们判断的重点 或者判断的细节 也不一定不是最好的 最好他要有思考过了以后 他才能够去理解 我想用一个故事 可能弟兄姐妹也听过 就是有一个犹太拉比 问了一个小学生 有两个男孩子下到矿坑里面去工作 当这两个男孩子出来的时候 一个脸上面有很多的灰 一个脸上面是不干净的 那么这个拉比就问这个学生说 哪一个人会先洗脸 这个学生马上就说 脸黑的会先去洗脸 那拉比通常就跟他说 这个问题你今天不要回答 回去想 你隔三天以后再来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 在培养的方式 你让孩子不要那么快 就去思考 就去讲出答案来 你要让他开始回去思考 所以三天以后 他就来告诉拉比 他说我想好了 脸干净的先去洗脸 然后拉比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看到对方的脸 脏了一定以为自己的脸也脏了 所以他会去洗 拉比说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 拉比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 然后就告诉他不一定 然后你再回去想想 所以这让孩子开始思想 我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 那如果不对的话会是怎样 会是怎样 所以他就再回去 回去想 回去想 那么再回去想 所以通常 这个故事有很多种变化 我就不讲 重要的就是 让孩子再回去想 如果我们有时间 让他再回去想 再回去想 到最后 最有趣的 它不是这个 哪一个孩子 先洗脸 而是这个问题的 本身的意义在哪里 问题本身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 你就可以发现说 他不是只在一个问题的框架下 做思考 乃是在问题的框架思考之后 要去思考问题的本身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从问题的下面往下思考 但是问题本身已经有一些设定的 我们却没有一些注意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犹太人在诺贝尔讲里面 拿到特别的多 因为大家都在问题的框架下思考 但他们已经会去思考 问题的框架之上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思考 那这个思考的引导 刚才讲 你要让他知道 他重点在哪里 细节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要去肯定他 我再说我们不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答案 或者我们的答案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至少要肯定他的专注 然后再来理解上 有比较的 比较部分可以比较的 就是一个度量可以比较的 有一些要用对比的方式 类比的方式就是用容易的来理解复杂的 我们做父母的要思考 怎么样帮助我们孩子用容易的来理解复杂的 或者用对比的方式 让他产生一些概念 或者用推理的方式 有实际的生活例子 那么比较也好 类比也好 对比也好 推理也好 这些都是耶稣常用的比喻 常用的比喻 比如说耶稣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这是生活的例子 可以他们用来做对比 可以用来做推理 那么一个种子撒在田里 那么这些犹太人知道 他结果会是怎样 那同样的 如果用神的道 放在人的心里来做思想 那么同样的推理就会产生 同样的对比就会产生 所以有些时候用类比 容易的来理解一些过程当中复杂的 所以耶稣会告诉门徒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吗 那喝一个杯对人来讲是容易的 可是这个喝杯之后 喝的感受跟后果 那么这是一个复杂的 但用这个却可以来让人去理解 那么所要做的一个抉择 跟后来生命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做父母 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做思考 帮助他在婚变 持续专注理解力上 那么福音书的这些 耶稣的做法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去帮助我们 去帮助我们 当这个门徒有一个高兴的事的时候 耶稣马上从他们的这个感受心里面 往上推 比如说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 那么鬼都被赶出去的 他们很高兴回来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他们 那么他们经历的这个 所赐予他们的权柄 所以他们感受到 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满足 但是有更大的满足 是跟这个权柄有关的是 能不能使这个权柄 让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神明册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思考 一个推理 一个在当中持续的往上升的走向 所以孩子除了这些以外 那么我们要再帮助孩子 做整理跟归纳 整理跟归纳 有些孩子想很多 但是他下不了行动 因为他没有办法整合 没有办法整理 没有办法归纳 所以他就很难有规划 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 从他年纪小的时候 就开始帮助他 然后他做了很多判断之后 接下来就要让他能够 开始做一些负责的规划 那这些是我们引导孩子的 然后这个归纳的方式 归纳的方式 那么就要让孩子去思考 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 如果孩子有一个旅行要做的时候 那么父母可以让他说 你先想我们要去哪些地方 那些地方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那孩子不一定知道 那你就要先以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帮他 比如说你说好 我们这一次是到海边 你可能会下水 去玩 那你要穿什么 然后他就会列出来 要穿什么 那哪一个是合适的 哪一个是不合适的 然后呢 你要在那边待几天 那么如果每一天要洗澡的话 你要换衣服等等 你要一步一步的让他去做思考 然后慢慢去归纳 然后再去安排他 到底要带什么东西过去 哪些是需要的 哪些可能可以共用 哪些是不必要 所以帮助孩子做这些规划 然后呢 让他自己在这个规划当中 去做整理 那你也可以更用心一点 就是你给他纸跟笔 然后他就慢慢写出来 这样子帮助他什么 帮助他在脑子里面有整合 整合好 他做好了以后 要开始 我们不是考试 不是打成绩 因为考试打成绩 会让孩子在当中内 有过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最好 我们看孩子做了以后 我们就在当中 要帮助他 有个好的信心 那么 让他有信心的方式是 让他的标准 不过于他 这一个 太难达成的 最好是一个 他阶段性 可以达成的是最好 让他慢慢 在阶段性可以达成的目标上头 具有好的经验 那么在当中 帮助孩子思考的时候 比较难的是 钻牛角尖 或者是过度的上慢 就是两个极端 大概钻牛角尖 他可能会走不出来 太上慢 他可能就一直在当中 合不起来 所以 这两个部分 通常都跟他的 太钻牛角尖 很可能是他 有一些担心惧怕 等等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去理解 太上慢 很可能是他 在一个过程当中 总是不太被肯定 所以他换一个方式 去面对 所以 当我们引导孩子思考的时候 这些我们都要能够 在平常生活里面去避免 我刚才讲平常生活 通常不是在事件 要开始的时候才发生 他是平常的生活里面 他能不能在当中 有比较多的自我肯定 跟不会那么大的担心 或者是他比较在当中 他总可以在当中 就自己能负责的 得以负责 好 所以 这是第二个 引导孩子的思考 引导孩子的思考 那么 刚才虽然讲了很多 那么最重要就是 用启发的问 开放式的一个问答 或者是在当中的一个推动 帮助他们 把建立主动的思考跟行动 然后呢 也在当中 给他们肯定跟鼓励 培养他们负责 然后培养他们反思 第三个是行动力 行动力 那么孩子思考了这些以后 接下来就行动力 行动力 就是要他 就是他要去做 他要去做 那么做的过程 不要忘记 那男生一般来讲是目标的 就一个目标 他要去达成 比如说 好 这一次要出去旅行 这是他的背包 他要负责 所以 这是一个目标 你孩子很可能是一个过程 我们一起来做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同志要帮助孩子 有一个行动力 所以我们帮助孩子 开始把前面的思考 化成一个行动 那行动里面呢 有一些东西要帮他 就是他的规范 他的规矩 你要给他 比如说孩子说 我这次旅行 我要带什么东西出去 结果他带了一大堆东西 那你就表示 你没有给他 适当的规范 适当的规范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是用 比如以这个行李来讲的话 你可以说 好 你所有的东西 要放得进这个背包 是你的原则 不可以拿在手上 或者是怎样 所以你要给他一些标准 一些规范 然后你也可能告诉他 什么东西不可以带 原因是什么 或者怎样 或者你要带 你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 所以他会有一个规范 有一个规范给他 那规范总是要紧的 总是要紧的 那我们要帮助孩子的行动的时候 就要规范 因为他带一个太大的包 他没有办法有行动力 他带的东西 到底带一堆 可能到时候用不到 这些都会造成一些累赘 或者他将来在行动的时候 总是在当中 不是在最佳的状态 所以 当孩子在行动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要紧的 就是父母的行动 要做引导 比如说我们父母 假设我们这一次家庭旅行 那我们父母自己的行李有多大 我们自己的东西带有多大 那我们自己就要去思考 然后有些时候 为了帮助孩子思考 你也可以在当中 把你思考的方式 说出来 比如说你可以 致给孩子看 我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要出去旅行 要住两个晚上 那我所以我就带 为什么要带这些衣服 为什么带这 为什么带那个 然后这些 你都做了一个 对比式的一个思考 那给孩子 作为一个引导 那么这样子 孩子就知道 你是这样考虑事情的 你是这样做判断的 你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在 这一个行李装箱的时候 同样的 你东西要怎么办 你不是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你开始叠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 你会让他知道 这个东西我会放这一个 这个区块 那个东西会放那一个袋子里 会放怎么样 原因是什么 所以他就知道 原来这些东西在放的时候 跟我们要用的时候 是有关系的 而不是东西都塞进去 然后要找的时候 全部再逃出来找一遍 不是这样 而且放完了以后 通常你可以让孩子知道 你知道东西放哪里 比如说你把行李要盖起来之内 你就可以告诉他 我这样整理应该可以 因为我什么东西是放这里 什么东西是放哪里 什么东西是放哪里 所以要拿的时候 我可以就很快的知道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很多人东西装进去的 他不去在当中 做一点点持续的 去专注一点的话 那么他只是说我有带的 可是到时候找不到在哪里 这也是一种帮助 一种帮助 让孩子在行动力上头 他可以知道说 原来你不仅东西是这样放 而且你也知道放哪里 这个就是父母做的一个榜样 坐在孩子的前头 所以你这些 你对你自己的事情 做一个思考管理行动 给孩子看 那孩子就会在当中去学习 学习 所以在讲到孩子的思考 跟行动的时候 没有一个标准的方式 但你的心总是记得 当我要引导孩子 我一定是启发跟开放式的 为什么 因为不要他们被动 当我孩子在思考的时候 我要帮助他 思考跟行动可以一致 他要能够主动 然后也能够帮助孩子 可以反思 可以反思 反思 然后他可以负责 培养他们 那平常要做的很简单 比如说他明天的书包 我知道有些孩子 他的书包对父母帮他整的 这是非常不理想的 因为孩子变成一个依赖性 如果他父母不帮他整 他自己就不会整 那这是不行的 一个孩子应当从小学开始 就要培养他 为明天做预备 明天早上要上学 穿的是什么衣服 袜子 明天早上书包应该放什么 为什么要带这些 等等 应该放在哪里 当他可以自己先做预备 那父母不是讲一样 他懂一样 而是他做了以后 父母就要开始问 开始问 然后让他去反思 他有没有预备好 那这个养成一个习惯 而且当孩子做好了 我们就要给他 我们给他的肯定是 很好 他为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负责任 那么所以并不是孩子 一早起来就方方张张的 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这样 所以这些在平常的小地方 就要开始做巧 礼拜天晚上 隔天是主日 主日 如果我们礼拜天晚上 不给孩子做预备的话 主日就会匆忙 就显不出那一种 预备见神的一个 庄重的心 所以也要帮助孩子 庄重孩子 我们做父母的 也要在当中给孩子提醒 好 那今天的课程里面 接下来就讲到 我们带领孩子的时候 要记得几个要紧的事 第一个要体会孩子的感受 体会孩子的感受 那孩子呢 不是要求他 那也不是把他摆到一边 要让能够体会孩子的感受 他属于这一个家 所以如果孩子 对这个家有归属性的话 他一定要付出 在哪边付出 在他的责任跟义务上付出 在他的享受跟得着上 那么能够享受 所以他要有付出跟享受 所以他才在这一个家里面 有那个被需要 被尊重的归属感 我再说一次 我们要体会孩子的感受 让他在一个家里面 能够感受到 他因着属于这一个家 他就有责任 他就有义务 所以我在这边先提 比如说孩子做家事 那么那是责任跟义务 所以我先说 不要给孩子 做家事不要给他钱 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那不是归属 那不是归属 那是一个雇工跟老板的关系 不是家人的关系 所以孩子既然属于这个家 他对这个家就有责任跟义务 同样的孩子属于这个家 他对家里的东西 他就有享受的权利 所以这当中 要怎么去让他觉得是 归属于这个群体 他是一个被尊重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 引导孩子行动跟思考 那重点是 孩子有没有归属感 第二个 体会孩子的感受 是他的安全感 当孩子开始 逐渐有行动出来的时候 通常行动都要改变 改变什么 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 这个改变在哪里 就是肯定他被他的成长 肯定他是被理解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安全感 安全感要建立在 爱的付出跟品格的建立上 这样的亲密关系 才会有那真实的安全感 我再讲一次 孩子逐渐在他的行动付出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肯定他 然后在当中体会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孩子我们的爱的付出 跟他爱的付出 还有他品格的建立 爱跟品格 这两个良善的部分 才能够让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亲密感 有那个在实质的安全感 因为这当中没有亏欠 没有亏欠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去思考 要去思考 不是为了面子做 不是为了被爱做 而是为了爱去做 不是为了被夸奖做 而是品格的建立 就应该是这样去做 所以孩子的感受 一个是归属 一个是安全 再来是要那一个 欢喜的心来跟随 我刚才讲 做父母的 孩子在小学的阶段 会很想看父亲怎么做 母亲怎么做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榜样 在这个阶段非常的要紧 而且让你的孩子 有好的感受 有喜悦的心 他才愿意跟随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 我通常如果有时间 我就会早起 然后做一份丰盛的早餐 给他们吃 然后我在做的时候 我是很高兴的做 然后给他们吃 他们很高兴 我就会很高兴 然后我也表达 我非常高兴 那在做什么 这个让他知道说 有些事情 你对家里的付出 是一个愉悦的 是一个欢喜的 是一个让大家满足的 是你主动愿意这样做 所以你帮助孩子 让他不是觉得 你在要求他而帮 而是你很欢喜的 在旁边 给他随时的帮助 再来给孩子的感受 当他有挫折的时候 要记得挫折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挫折 总不是很好 因为有挫折 让他可以开始在当中 比较有承受难处的压力 所以当孩子有挫折感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焦虑 会紧张 会不安 所以我们当孩子有挫折感的时候 我们要成为他的一个 安定的地方 避难的地方 遮蔽的地方 我们不要有伤人的话语 或者是一个肢体的语言显露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正面的方式去表示 比如说 妈妈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焦急 不过呢 我觉得你的表现 让我觉得我可以不用那么担心跟害怕 因为你经过这一次 你知道自己下次有机会做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有一些正面性的东西出来 甚至我们说 我发现你在这个情境 你就跟神祷告 我就安心 我就很安心的 因为知道上帝一定帮助我们 你知道我们可以表达出那种不安的地方 但总是用一个最正面 最有帮助最肯定的方式 使得我们可以接受那个挫折感 但也有一个极美的盼望在后头 那么孩子逐渐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开始让他有自己的感受跟尝试 那么他有一些感受跟尝试 我们就要去看能不能是我们承担得起 负担得起的 所以让他有感受跟尝试 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体会 感受的体会 所以当我们做这些的时候 归纳一下 要体会孩子的感受 他在家中有没有归属 有没有安全 他跟随我们有没有关系的意愿 他在挫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成为他的一个支持跟帮助 然后孩子他自己需要做尝试的 需要跨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成为他的一个鼓励 或者在当中给他一个适当的范围跟弹性 这是体会孩子的感受 最后跟大家讲 提升孩子在行动的部分跟思考的部分的时候 那么最重要的是 刚才讲的这些很多可能大家很快用的是生活的例子 但我要提的是神的话最要紧 生活总是要拉到上帝的话来 所以当我们讲到生活应用等等 就是用上帝的话做一个根基 跟做一个目标 标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总是要帮助孩子 在当中上帝的话怎么说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在当中适当的来引用 来提醒 所以这是第一要紧的 然后我们不是很记得不要急 一步一步的慢慢培养的孩子引导他 以正面的做法跟示范要紧 做给他看 做给他看 让孩子有一个观察学习的对象 那么要记得孩子的思考能力 是在多次的尝试错误跟引导当中慢慢建立的 所以他会从简单的方式慢慢的变成多样性 护长性 扩大加深 所以我们不用急 从一年级慢慢的往前引导 然后认识孩子的个性跟特质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 怎么样的引导跟帮助是最合适的 所以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我们的孩子 是用什么方式来帮他最好 那么要常常抓住生活的例子 作为学习的时机 那这是一个 但是不要变成一个责备的时机 不是 生活的例子只是在当中成为一个肯定 支持 跟在当中启发的时机 我再说一次 不是责备的时机 然后孩子有兴趣的时候 那我们要根据对孩子的认识 给他一些学习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时机 然后为了帮助孩子 能够在思考跟行动上 不至于这个赚注力不够 持续力不够 所以期限也是一个 可以考量的重要作法 就是给他一个期限 给他一个期限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那希望你在未来这一个礼拜 可以做这样做 那一个礼拜就是一个期限 所以他不需要去想 我以后一直要这样做 我先做一个礼拜 那先做一个礼拜 或许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那我们再做一些调整 再做一个礼拜 那通常两三个礼拜之后 以孩子的特质 很快就变成一个习惯了 所以你不再定期限 他已经有那个好的习惯 或者好的做法养成的 所以一开始 适当的期限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然后不要忘记 男孩跟你还不一样 所以那个孩子的成长 有些比较早熟 有些慢一点 他有特殊性跟个别性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多观察 多观察 多去体会 多去理解 那么最后最要紧的一样 要多祷告 为孩子祷告 因为为孩子祷告 就会让我们刚才讲 有爱的付出 有爱的付出 做孩子的榜样 我们特别父母在品格上 要做孩子的表样 我们给孩子看到的是 基督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他的美德 这是要紧的 所以总是要多祷告 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个 孩子的 神的话 怎么样能够应用在孩子的行动上 我们就帮助孩子思考 跟做行动 那么在当中 把上帝的话 在根基里面 在目标里面 逐渐的给他来做一个看见 最后 希望你们配偶 都听了这一个课程之后 你们可以 要做学习的话 你们可以 每天晚上 花一点时间 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你最近看到你的孩子 你怎么样帮助他 你观察到的是什么 你希望怎么样 能够帮助他 做思考跟行动 因为父母要一致 让孩子 能够有更好的活像 第二个 也要去认识你的孩子 他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教会主日学 学的是什么 讲到听到的是什么 所以也帮助孩子知道 第三个 小学生开始 可以帮助他读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 能够跟他同步读是最好 同步读是最好 然后也不要读很快 一小段一小段慢慢读 那小孩子会问问题 那有些你可以解释是最好 但是有些就告诉他 重点是什么 然后要记得 一定要跟孩子一起祷告 知道孩子面对的难处是什么 人际关系的冲突是什么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什么 要很慎重的 看待孩子提出来的问题 然后当进入小学之后 有一些问题提出来 特别是人际关系 或他自己的看见的时候 能够趁这个机会问他 那你觉得圣经怎么说 上帝的话是怎么说的 那如果他知道 你就肯定他 如果他想不太出来 你就给他一些暗示 或者给他一些选择 然后当他这些都想了以后 你就问他 那么如果上帝的话 这么说的话 你想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或你想怎么做 或者你认为怎么样 就是把问题 他提出来的 我们给他上帝的话 然后要他开始做一些分析 判断跟决定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帮助孩子去思考跟行动 那这样子 那我们就要看 他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那要不要采取一个行动 等等 我们都帮助他去实现 或者帮助他去尝试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好 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 一定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 用启示跟开放式的引导 来建立孩子主动的思考跟行动 也培养孩子 负负责跟反思 这样子 我们就带领孩子 一步一步 在神的话语 跟他的智能上 一起成长 感谢主的恩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 引导孩子的身上 来思想 因为孩子有你赐予 他的智慧与聪明 他能够把在当中 借着他的观察跟思考 有分辨 有在当中专注理解 也有在当中 来产生一些 他各式各样的思考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他 来肯定他 来使他能够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孩子 使他的身量与智慧 在你的军库中一起增长 谢谢主 你必然在当中 成就你的美好的旨意 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 做最美好的带领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的恩 愿主赐福大家 我们细时刻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